與施永青對談 我們的題目有很多時候很天馬行空 但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多角度去想問題 不是說一加一當然數學上等於二 但如果從其他的範疇去看 可能這不是純數學問題 施先生 有一次我和你聊天 其實我超級市場買東西 我自認也是一個非常守規矩的人 也會看清楚資料 例如食物的營養含量 所謂Expiry Day 現在不是叫Expiry Day 現在是一個所謂適合使用的日期 我記得那次你向我曉耳大意 說了很久 首先第一 你說其實那個日子是不用看 第二 你說那些東西掉到地上 三秒鐘就可以拿來吃 不是 我和老婆買東西 她就先看看 就快到期那些不買 我說就快到期快點吃掉 不要捕捏天蜜 環保的需要 你當然是貨污其棄諸地也 你不要令到物資浪費了 所以那些凹了包裝壞了 我通常買那些 即是你特意選擇來買那些 沒有 特意放在我面前看到 我就先撿去那些 另外 譬如那樣東西 吃不吃得 吃不吃得 你就不應該只看日子 我教子女 你看日子 證明你沒有知識 我說那刻餅乾 過了期不能吃得 吃不吃得 你就看餅乾的本身 不是看包裝紙 餅乾又沒有發毛又沒有吃 那怕什麼呢 餅乾就是澱粉質 澱粉質變壞 壞得去哪裏 澱粉質變壞 最多變酒 變醋 不會有毒素出來 你說我如果要去到變酒 變壞要很長的這個法工程 但是餅乾壞極都是有限的 除非被人下毒 否則我不信餅乾會變成不能吃得 裡面有些什麼會變成不能吃得 如果你根據餅乾的實際情況去判斷 吃不吃得 證明你是一個有知識的人 你正是根據包裝期的日子 決定吃不吃得 你是毫無知識 堅放棄判斷的人 但是你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得罪了我們 全香港很多人 是的 包括教別人這樣做的人 當然知識是那件事物本身的認識 那個標誌上的日期 有什麼難的 你讀這麼多書 就懂得看包裝紙 人家頂過日期出來 就是因為覺得 就是希望給大家一個通用 當然你說有些事情過了期 我未必懂得判斷 但是懂得判斷的那些 我就自己判斷 但是這個其實 如果你用這樣的態度去對待知識 你會學多很多東西 你看包裝紙的日期 你就把知識交給別人 看別人的結論就算了 這個其實會不會就是 譬如我們上次講教育的問題 就是我們帶過巡規道舉 現在教育系統就經常教別人 尋規道舉 就是現實世界 是需要有人夠膽跳出框框 跳出框框你就是破壞規矩的 所以你如果只是在學校 只是教你model answer 就是標準答案 教你怎樣答題目 就是這條題目要有五個項目 你答齊就拿足分 你答到四個項目 你就拿八成 那全部以別人的標準 你去記住 去符合 但是我以前考試成績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見到這條題目 我才去理解題目 分析題目 然後怎樣解答 實在是慢個人 我的同學是一組 提目 估今次會出哪幾條 哦 一看中了 嘩 就把自己一組 聽別人說 應該答些什麼要點 寫下去 但是你出來社會 不是每一刻有model answer 你一定是要用自己的思考 提出自己的意見 你才有價值 譬如你做生意 譬如我們去落標 希望中 中 你不能夠model answer 幾個標書一樣 老闆一定不選擇 是你有獨特見解才會選擇 你現在這麼大間公司 運作這麼成功 你當然覺得你那一套是可以的 但是你過去 在你未這麼成功的時候 或者你還在打工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有一段時間 會覺得就是 其實會不會就是 因為你這種性格 令到你讀書不夠人家聰明 其實你那個partner 就是中文大學畢業的 那你又中學畢業的 那會不會你曾經有一段時間 真的會覺得 我老婆叫兒子 你千萬不要學你老爸走那條路 大部分人都滾了下山 這個可能都沒錯 就是走我的那條路 不是死路一條 都風險大很多 但是你為什麼仍然堅持 但是你才學到東西 才有競爭力 因為有些人都是 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 特定的遊戲規則下 他就會有一定的表現 但是你出來社會 在商場其實 就不是一定的遊戲規則下 你公務員可能一定的遊戲規則 但是你私人機構 你就真的要奇招突出才有得上位 最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會不會這個都涉及少少不同人 是有不同的 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有些人 如果他真的 個人比較是 想法是比較直的 或者他是民正的 或者他是 不是那麼變通的 那他用你這種方法 就會撞板 會不會 看什麼年代 譬如如果你說 社會穩穩定定 一切不是很大變化的年代 循規道舉的人 可能會走得順一點 譬如現在世界開始變了 又冷戰 遲些又熱戰 一打仗 以前走得通的東西 走反而走不通 所以在人的DNA裡面 兩類人都有 有一類人就喜歡出位 喜歡試新東西 有一類人就怕青 循規道舉 你喜歡跟哪類人合作 跟哪類人合作 如果工作上 當然不同的工作 需要有不同的人 你銷售士當然是 希望出位那些 你做會計 或者做生產線上面的 一些管理工作 你當然是希望他 尋規道具 但如果你說做創意的 那你當然是 要不可以這麼死板 兩樣東西都要的 但是在環境突變的下 下面就是那些 願意作新嘗試 去冒風險的人 才有機會突圍而出 這一次就真是看得出 在現在 尤其是社會動盪的時候 施先生剛才說過的話 可能真的 我希望給到不同的年輕人 他們一些啟示 下一次跟大家繼續再談 旁邊 時開會 時開會 猛想說